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我们虽然通过法会超度了一些 但是大部分还是没有这样的福报 一次性的就把他们送走了 另外现在全世界的死亡人数已经将近40万 我们那个时候是快30万 这样择日再办一次法会 这是很有必须的 刚好来临的5月初五丹姆节 这次法会的目的是把所有的神明供养 来供养所有的神明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的六道空间 在天界有28重天 遇见六重 色见18重 那么还有无色见四重天 这里面都有天子 天子就是叫天主 那么还有佛法天神 那么还有天众 那么这一个群体的众生 这个是很多的 另外还有龙族 这个我们所说的天龙八虎 龙族 这个大鹏金吃鸟 那么还有这个 甘蛋袍 阿修罗等等 这个天龙八虎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做一次这个祭祀 所有的神明的一次大法会 请所有的世界各国的所有的神明 那么都计较人类的这个嫌疑 他们嫌弃人 嫌弃人 傲慢 这个所以是不要记这个钱钱 那么来护佑人类 护佑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众生等于平安 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地神 包括了地上的众神 那么这里包括土地 城隍 那么还有这个山神 树神 大树神 所以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需要很多义工 布置坛城 为什么要在五月五 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 这个真正的五月五 它从五月一 因立的五月一就开始 过五天 所以它叫端午节 五月初一叫端一 五月初二叫端二 端是什么 是正的意思 我们叫端正里的品行 它也叫正午 正午是什么呢 就是月份是午 年份是午 用的时辰是午时 这个火供呢 我们就是让每一个人 是在五月五号的中午烧化 法会呢 我们是五月初一开始 用大碑观世音的仪轨 要求便利开华 正午是几阳的时候 一个五一个五 再加五十 那么这个时间 在端午这是中国古代 天下东方昌龙七秀 里面的这个北斗七星的斗柄 指向正南方的时候 也叫指向中宫最正的时候 古代叫龙生日 飞龙在天 所有的龙祖要生起来 借这一天回到田庭 那么对我们人类修真实现者来讲 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 这一天叫回家的日子 为什么叫回家呢 这个五是中宫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两个五 如果严格来讲是三个五 一个五是相间五 就是中宫大道 这个皇庭里面的那一点真 我们这个整个的宇宙 所有的生命 都是由五大五行组合的 这个金共水河土 齐了以后 回到中宫土这个地方以后 化空 化成聪明光 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光 回归法界 所以是回去我们原本的根 这个地方 万物云云不归其根 所以它回根 回根就叫回家 所以是取元呢 它借水化自己的身体 这个取元它是借跳到水里 所以金刚身解脱了 所以这个叫水化 跟我们今年的端木节 意义十分的深刻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节 它是什么 它叫天一节 天一节是五月初端木节 又叫什么 又叫虚仪节 使所有的瘟疫赶出去 赶出这个地球 赶出人类以后 使瘟疫消失的节日 它在这一天 弄这个挨草 新鲜的挨草挂在梅上 北方没有挨草 去弄一个柳树枝挂在梅上 去所有的瘟疫 这一年 瘟疫不进家 我们是没有新鲜埃草 没有什么 用什么 我们不是有挨草坝 是不是 记住 每个人这一天正午时 就是五月初五正午时 你如果可以 从端一就可以 从五月初一开始 在家里 把家里的房子 点一个挨草 连厕所 在储藏间 所有的驱赶瘟疫 驱赶瘟疫 人类的小三灾 就是瘟疫 刀兵 还有蝗灾 就是蟲灾 蟲灾 蟲灾 你看今年 在全世界 小三灾都出现了 所以要像人类没有战争 一定要阿修罗界 能够兴兴契合下来 所以安定鬼神 所有空间界的神苗 死去的亡灵 法界死去的这些冤魂 它是极其的冤魂 所以这一次 五月初五时间很赶 但是上面的场也下来了 我们做一次 所有的鬼 神 六道 包括地狱道 恶鬼道 凶恶的 横死的 八难道众生 还有其他的六道众生 包括天界的 咱们都统一的 一起来个六道众生 这个葡萄大会 葡萄大会 那么主题是供养 隆天 护法 天龙八度 和众神明 实际上这个五月五 在古代的时候 它叫祭神 祭神节 在好几个朝代 都是在这一年皇帝用来祭天神的 因为刚好斗柄指向中宫 指向中宫 指向南方 天下皆阳 那么这个时候是所有的正神 你供养他 然后让他欢喜 让他参与扶正去邪的工作 这个五是火 火就是正阳 阳气正盛的时候 所以我们选五月初五正中午 烧欢喜五 那么这次这个重点推出 我们在台湾 去年我去元分室 自己上正在争处 刚好有位老先生 他以前是一个老仁波切 在西藏给他传了一个龙香的做法 这个老先生 他一个人在做 这是他师父 一个老仁波切 留下的一个配方 后来我这一看 里面的成分 再往上一问 这个真是龙香 就是共龙的 共龙祖的 那么本身丹无节 他就是共龙祖 传统的很多地方都是共龙祖 龙祖这就多了 我们天龙八部 龙祖有二百多种 天龙、水龙、虹 后来我说 你这个既然是共龙祖的 这样 我们不仅让龙祖享受这个香 我们叫天龙八部香 就是共天龙八部的药香 药物的药 给所有的鬼神共这个香 可以有两种包装 是粉末的 因为他这个共了 能得到保护 你这个开玩笑 对不对 天一节 你给他共了药 他在法界给你药 那就厉害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五月初五 丹无节是化龙舟 我们也有船 对不对 我们就放法船 这个比龙舟好 帮着大家把业上圆形寨主都化走了 这个是要充电配的 还有呢 这个点灯 点灯利益很大 尤其这个众生呢 这次的疫情死难中的众生呢 他们都是感觉淹死 所以是治水只有用火 刚好我们借这个五月五的午时 那么法会我们是五月一号 没关系 那就是疫情场已经开启了 就是烧化物是这个 点灯点午天 从端午点到端午 一定在五月五的中午之前灯火不能灭 就是这个要这把火 来望这个羊 望人间正气 人间正羊 是所有的人品都端正起来 都像吉羊 像龙一样 飞龙在天 回娘家 回老家 回自己的灵根 这个家 让众生都觉醒回来 既然是供龙祖 我们还有宝贝 比如是龙尊王佛 宝平 龙王宝平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能安排船出海送宝平 我们供宝平 供在吉隆坡 供在新加坡的佛塔 鼓励一个家庭 有经济条件的 能供一个宝平 等着下次有机会 一起放海里 那么暂时我们先供 供这个宝平 借着龙王 龙生日 这一天 给龙王送宝 给龙宗王佛送宝 给天龙八部送宝 给诸佛菩萨 然后来提醒他们的家祠 先放大一点 不光是我们是通过祭神明 祭六道众神明 无论他是大小神 都祭奠他 供养他 那么希望他们帮到这些苦难众生 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大量死亡 那么这个呢 也期望我们地球上的小三灾 直洗到兵 小三灾嘛 这个今年是开始 如果我们不做点东西 他就一直要乱下去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呢 把所有的神明都请出来 我们代表整个人类礼禁 然后那么是他们积极地在法界 为护制人类 护制这个世界和平 各个国家的这个国泰民安 我们人类的大吉仓 我们借助这个时间做一次大庆大会 大家的积极参与